战国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时代 因为在这个时代 白手兴家 一朝富贵 一战成名的例子 可以说是多不升数 只是看看 在我们这部书里面 鬼谷四子之中 旁军出山的时候 没有到半点社会关系 是不是 也没有到一点的资本 但是凭着他对天下形势的认识 凭着自己个人的胆色和智慧 他居然能够说服齐国 和魏国反面 然后使魏国陷入重重危机之中 然后再把握着这个机会 来到孤立无援 而且危在旦夕的魏国 在魏卫王手上 一手就接过兵权 跟着连打了两场漂亮之极的胜仗 这就奠定了 自己在诸侯各国中的位置 从魏国赢得功名富贵 取得美人归 因为有了旁军做铺垫 孙笨落山之后 又是跟旁军在一起 所以 他的出场 就不是显得那么光芒四射 轮到张仪了 虽然 讲到兵法战阵 他绝对就比不上旁军宣殡 但是他把口更加之厉害 他居然用一番的花言巧语 就哄到个月王无疆 伏伏贴贴 调过穿头 跟着他的指示 攻打楚国 明明是要将月国 拖入一个 就来要亡国的景地 但是 他还要人家 临走的时候 送回二十粒明珠给他 用月王无疆 给他的资本 来打通楚国的关系 使他顺利进建楚王 然后又成功说服楚威王 听回自己的计策 去对付月王无疆 然后赢得大片僵徒 这个张怡 真是将月国卖了 还要人家出卖钱 你说利不利害 不过老天爷 偏偏都不能给张怡 这么一帆封信 因为现在在楚国这里 还有个知道 他底势的秦国臥底 就是我们那个大奸鬼陈镇 陈镇听到超强话 楚王拒绝了超强的建议 不肯和月国讲和 和秦国一起结盟 就对付魏国 反而 说要和魏国和谈 让楚国 可以用全部的精力 去征服月国 他马上将 在为民工手下的黑雕台 间谍 探定土利的情报 仔细地一分析 大概已经明白 为什么了 立刻就和超强话 其实呢 这一切都是现在 在楚王身边 新来的那个魏国人 张怡搞的鬼 超强听得大启一惊 原来闭下身边有个这样的人在这儿 哎呀 那真是危险 既然这个人 引月国来打我们 那真是引狼入室 为什么他还要来到影都这儿呢 哦 难道他想做什么内影 陈震 含含嘴地笑一笑 如果不出在下所料 这个人来到影都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 阻止闭下 和魏国开战 要和他和谈 调转头 要和越国开打 啊 为什么呢 请问大人 如果楚国要和越国开战 你说对哪个最有利呢 当然是魏国了 再请问大人多一句 现在魏国呢 可以说国穷力揭 军队后备无远 就算旁娟孙笨两个人 多么厉害都好 如果楚国秦国两面夹攻 你说魏国顶不顶碎得住啊 孙笨旁娟 就算他们用兵就鬼神莫策之机 只但是 一来 他们现在国力大减 人口大减 加上呢 连粮草都没什么储备 剩下个几万人马 如果真是秦楚两国来攻他 他真是好难抵挡的 陈真是看着超阳 进一步说 对了 将军 那你看下 敬山一战 魏国多么威风啊 既解了宋国之位 又得了你们楚国十几个城市 照道理来说 旁娟孙笨 就应该成性追击 就是的嘛 但是 他们为什么不敢进兵呢 他们就怕了陛下 联络巡人 一起向他们夹攻复守 所以啊 他敢先请了张儿出山 鼓动越国 来进攻楚国 转移陛下的视线 大人你试想下 旁娟孙笨 张儿这三个人 是同门师兄弟来的 肯定情如手足啦 旁娟是魏国的上将军 孙笨就去魏国做监军 他两个啊 都一起在魏国做使 张儿是魏国人 你说 他会真心帮其他人吗 那啊 超阳仔细一想 嗯 嗯 没错 这样搞法真的事情危急 尚兄 你稍微在那里坐一坐 超阳马上入宫 向陛下进间 陈镇说这么多东西 等你这句说话而已嘛 即使就说 啊 得得得得得 在下功后戒音 超阳听着陈镇的说话 马上就是加速箭 马上就加速战车 即使飞奔张华台 急着求见 楚威王 然后就即刻将陈镇 刚才对自己说的说话 又摘叫向楚王 说了一遍 楚威王听到 不如你吃了惊 外兄你是说 月王这次之所以不打齐国 吊过头来 吐罚我们楚国 是受了奸人古惑 没错啊 陛下 那你说奸人是谁呢 微臣已经查清楚了 是一个叫做张仪的中原人 张子 没错 正是这个人 楚威王就着眉头看树超阳话 外兄你知道吗 张仪他为什么要古惑月王呢 陛下 那还不容易吗 你问问张仪就知道了 好 寡人 真是要问问他 朝外兄 一起来啦 于是 两个人就来到张华台西北处的一处偏殿 这个时候 红槐呢 正和张仪聊天 红槐对张仪的见识非常佩服 两人都不知道聊得多么开心 见到 见到 见到楚威王来到 两个人就马上起身行礼 大家坐下之后 楚威王望望张仪 张子 华人 听说 这次月王之所以不讨伐齐国 而转头南下来攻打我们楚国 是受张子你的鼓励 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件事呢 听到这句话 连太子红槐都大吓一惊 望着张儿 张儿笑一笑 回品陛下 的确有件这样的事 红槐听到不如大吓一惊 因为张儿 是自己举战给楚王的 哎呀 这真得了的 张子 你 请问张子 反而是楚威王够老定 他依然是不动声息 为什么你要鼓励月王呢 可不可以讲个理由我听下 超容在旁边马上说 嘿嘿 陛下 不用他说 微臣都估到几情了 楚威王听得超容突然间插口 有点不高兴 超外兴 既然你说估得到人家的原因 那你说 是 回品陛下 微臣已经查到 张儿呢 他本来就是魏国人 而且 和魏国现在的上将军旁娟 还是同门师兄弟 两个人一起拜了云梦山 跪谷子为师 张儿这一次 来到楚国 我想 肯定跟他们师兄弟 是传统一气 来谋我们大楚的 哦 那你说 他们是怎样传通 来谋我们大楚呢 嘿嘿 陛下 我们想起以前的形势 就清楚了 本来 宋人无盗 微臣领子去土伐宋国 魏国趁机出兵 攻击我们的汉城 夺取径山十几座城池 微臣及时会咎 使得汉城有惊无险 重新回到我们楚国手中 我本来正要和魏人决战 但是偏偏这个时候 越过他就调转枪头 不去土伐齐国 反而来打我们大楚 时间 真是看得对不对好啊 陛下 你说了 其中 是不是必有乔气呢 你两件事 被超阳扯一说 说到楚威王的心 连跳几跳 哎呀 听下来 真是似层层 嗯 超外兄 说下去 你说其中 有什么乔气 超阳看看 楚威王的神识 对了 哎呀 这样说法 不单是继续推卸自己的罪责 而且 也都可以将张仪的阴谋 全部都指出来了 他就说 微臣认为 旁娟在敬山 虽然赢了我们一场 但是魏国国负空虚 一些储备的粮草都没有 旁娟这次来救援宋国 他不是直接出兵 和微臣决战 反而远习 汉城 其实为的 都要抢我们的粮草 好彩 微臣撕破 他的奸计 及时会员 使他未能得逞 微臣和他对峙了几个月 我知道 旁娟用兵虽然厉害 但是正所谓 考虎难为 无米翅翠 他根本没有力 和我决战 旁娟已经不可以 再支撑下去 又怕着 秦国陈基 在东面侵犯 所以才想出一条 这样的计划 请他师兄出山 要他鼓劃月王 使得月王 掉砖头来 讨伐我们 那我们就没办法 再有力量 去顾及魏国了 越讲越似 越讲越有可能 楚威王 当堂面色一冷 眼光非常严厉 地盯着张儿 但是张儿呢 依旧不动声息 他微笑着 另转头望望超羊 不方不望地说 哈哈哈哈 楚国大人 一向都非常明智 为什么今天 突然间糊涂了呢 哈哈 张儿 死到临头了 你还敢在那里口眼 我问你 我哪件事糊涂了 照将军这么说 张爷是魏国人 那一定 要替魏国谋事了 是不是呢 当然了 你身为艺人 难道还会为我们楚国出力吗 我听说 楚国大人 你博古通金 怎么这么快 就不记得 楚国以前呢 吴子衰 是你们楚国人了 吧 世受国恩 但是后来呢 他又离开楚国 走去吴国那里 看吴国卖力 将楚国的躺成 头号带的 甚至 还带着吴兵 攻破了楚国都城 将楚王挖出来 变尸 这个楚国人 使得楚国生灵涂炭 血漏成河 但是再往前讲一点 吴喜先生 他是魏国人 但是当他来到楚国之后呢 为楚国东征西土 开拓了千里江山 自古自今 正所谓梁琴 札木而妻 明是札主而是 又用什么分 他是哪个国家来的呢 将而讲这两件事 都是实情 昭阳一下子呢 就不知道 你怎样拼人家好了 好了 我不跟你辩帮这件事 我们不分什么 魏国楚国人了 我只问你 你为什么好地地 要鼓挖月王 来攻打我们楚国啊 楚威王听你 也点点头啊 没错 寡人都好想知道其中原因 将而妄望楚威王 拱拱手说 陛下 以楚国的实力 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能够谋取天下 要谋取天下 首先要了解天下的形势 陛下既然决心 要成就大业 一统江山 这样 就一定要做出 对自己有利的大势 楚国呢 虽然复原广阔 但是 如果凭现在的实力 要灭掉北面的中原列国 似乎仍然未够 张义认为 以楚国现在的国策 不适合这么快 就北进中原 而首先呢 是强壮自身 怎样强壮自身好呢 吾越之地 复原辽阔 南北六千里 东西两千里 而且还是鱼米之乡 这两个地方 所产的米粮 可以比得上我们大楚 而且 现在越国的势力 还已经 一路伸展到南兵的 蜒移之地 这次越皇无疆 振备一呼 就可以聚合 二十一万的兵马 其中可见一班 如果楚国一直都不理他 越国的势力 就会越来越大 无疆的野心 也都会越来越强 再过几年 恐怕就会成为 楚国的心腹大患 请问陛下 有一个心腹大患 就在你身边 就在后方 那你怎么能够安心 去北进中原 清霸天下呢 张儿你这番说话 真是高屋建林的 句句在理 连超阳这些 特意想着 在鸡蛋里面 挑骨头的人听到 都觉得无懈可激 楚威王呢 更加听到猛禁闹头 眼光也都由冷壳 变得和善起上来 象子你的说话 好有道理 就是因为这样 陛下 所以张儿先不持艰辛 远护狼牙 费尽心机 然后 先可以将越角这只老虎 吊虎离山 使他吊转码头 转移来讨伐我们大楚 陛下 旁军侵占了敬山 得到什么 当然 区区几百里的疆土 吾越之地 何止千里江山 汉城这个粮仓 储存了多少袋粮食 百多万袋 但是吾越储存的粮食 何止千万 京山所属的民众 不过三十多万 但是如果陛下征服了吾越之地 你得到的老百姓何止三百万 陛下如果能够统一吾越 然后再侵占巴塑 真是气吞山河了 到时以这样的实力 国力 再去逃谷中原 陛下 那时只要你一声令下 百万大军就倾黑可调 正好似江河缺堤 蝗重北飞 列国到时候 就算有十个旁军宣殡 又可以对我们大楚如河 这番说话不单止征服了楚威王 连昭阳听到都猛的闹头 他毕竟不和陈振 虽然他和陈振一样 都有些导言技能 甚至有些小气 但是对于楚国的形势 和利益 他还是非常体重 听到这里 他忍不住站起来 向张儿深深行这个礼 张子说的非常有道理 超阳或者误会了 不过 我还有一件事很疑惑 张子 你如果能够讲清这件事 超阳 心服 口服 楚国大人 请讲 是的 是的 您 请 您